二十六节说 到了第六个月 到了第六个月 千石 加百利 奉神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 拿撒勒 到哪呢 到一个童女那里 这个童女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已经许配给 大卫家的一个人 大卫家的谁呢 大卫家的一个后人叫约瑟 那童女的名叫玛利亚 好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花一点时间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刚刚我们花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祷告中 我们特别强调一个词 叫什么 叫使命 我们打字 方便打字 叫使命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是不是一个有使命的人 我们经常有人抱怨 说牧师啊 怎么神不向我说话呢 说牧师啊 你们看见天使 我怎么没看见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要反过来问你 你是不是一个 有使命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 为使命而活的人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 有使命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 为使命而活的人 天使一定会向你显现 天使一定会造访你 然后神也会向你行 神也会向你出发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你说是丹东的雪红也好 河南的阿里也好 这个大连的孙女也好 虽然我不常给大家打电话 对吧 我是三部牧师吧 对吧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我虽然不主动 但是你们去看 我给雪红打电话 我给阿里打电话 我给孙女打电话 还是很多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事 需要怎么样 他们去做 那这些事需要他们去做 我就得给他们打电话 但是你啥事不做 请你告诉我 我给你打电话 咱俩落点啥 所以夏天的时候 你们知道 那我跟这个彭雷 我跟马金人 差不多没两三天就打一次 没两三天打一次 那比给那个 阿里比那个 给这个雪红 比这个孙女打电话 还很频繁的 所以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 所以今天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抱怨 哎呀 我老公不爱我 我经常听到一些人抱怨 哎呀 这个我老婆不爱我 我经常听到一些人抱怨 哎呀 我们老板不重视我 我经常听到一些抱怨 哎呀 这个供应商 这个不给力 或者是这个客户 不给力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们的抱怨 我听够了 你们的抱怨 我想拿出来反问你 那你为你老公做了什么 你为你老婆做了什么 你为你的客户做了什么 你为你的供应商做了什么 你为你的领导做了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 他身边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那非你不行 非你不可 非你不能活 你知道吗 今天你不说 没关系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你让人家不说 人家不懂事的跟你干一下 懂事的 人家就不理你找别人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经常讲一件事情 我说老板对秘书说 你给我打个文件 哎呀 你自己打完 那还不简单吗 老板说 你去给我取个东西 哎呀 你下班顺道就取了呗 非能为啥麻烦我呢 那请你告诉我 这个不懂事 老板就叮光就骂了 东北老板就这样子 对吧 但是南方老板 也不骂你 人家就到院 就让人事找你谈话了 你就可以走了 你知道吗 再找一个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一定要有使命 我们一定要为使命活着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我们一定要有使命 我们一定要为使命活着 因为只有有使命的人 只有为使命活的人 才有价值 因为你有价值 人们才会重视你 因为你有价值 人们才会重视你 所以 无论是在以前在中国 还是现在在美国 我也遇到不被重视的时候 人家不重视我 我心里面也不舒服啊 但想一想 人家不重视我 我也很正常 你一个新来的 你啥本事没有 你能给人家带来啥呀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是 这个也是经历过 很多很多 所谓的不被重视啊 我也是经历过 很多很多 所谓不被理解啊 但是慢慢的 为什么 大家回过头来 重视你了呢 慢慢为什么 大家回头理解你呢 因为你是一个 有使命的人 因为有使命 神与你同在 因为神与你同在 你的价值体现出来了 所以今天 这个世界在痛苦 这个世界在迷茫 但是我们呢 我们心里面 背儿清楚 下一步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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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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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是希望弟兄 希望姐妹明白 不是因为这个城 是个大城 你上圣经去查 你上地理上去查 你上历史人去查 拿撒勒是个小城 也不是这是个大人物 这是当地的首富 或者当地最有学问的人 就是一个童女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但这个童女 是一个要被神用的人 这个童女 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级的人 这个童女 因为她是有使命的 所以天使会向她显现 而且事实上 你会发现 天使加百利 是奉神的差遣 所以这些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可能我没给你打电话 但是我可能说 孙林二 你给谁打个电话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只要你事做了 你在这个教会 绝对有地位的 同样 王牧师在洛杉矶 有地位 那也是凭实力打出来的 所以今天你知道 在美国官员竞选 多难啊 对吧 所以王牧师帮谁 谁就能赢 那你说说 谁不重视王牧师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那他们能不能赢 谁决定的呀 谁圣经书帮我 找出来 废王 立王再会烟花 所以我一祷告 神要拣选的人 我一祷告 神要拣选的人 是张三尔舍里斯 那我就站在张三尔舍里斯 我稍微帮他一下 张三尔舍里斯就赢了 听懂没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要做一个有使命的人 我们要做为使命活的人 这样自然就有神的同在 这样自然就有天使相不先行 但是今天我们只是想着自己的 我批评王辉的时候嘛 自己的小房 自己的小车 自己的小孩 最后就做一个三小旧徒 讲真话 你这辈子 你也不必能见到神 那能见到神 我也替你高兴 对不对 所以今天天使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这座城 是座小城 小到那个名字大家都不知道 叫拿撒勒 然后到也不是当地的首富那里 到也不是当地最漂亮的人那里 到也不是当地最有学的那里 到一个童女那里 这个童女当时已经取配了 取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说人家天主教是异端 我们说人家天主教是邪教 我们说我们自由教是正教 我们只拜神 我们说人家天主教拜玛利亚 但是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拜玛利亚也是有原因的呀 那你想想 今天有哪个小姑娘 敢承受这么大的使命 然后不退缩 不犹豫不后悔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自己我就不提名字了 在疫情的时候 这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什么 那有一些弟兄姐妹说 那不行啊 对吧 我说打疫苗 那不行啊 不打不行啊 我说这个干事 办个活动 那不行啊 办活动警察被抓 怎么要判刑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并不想否定谁 我也并不想指责谁 我只想对比一下 当然了 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 那 这个 玛利亚是谁吗 玛利亚说没问题 No problem 我们打字 方便打字 No problem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当上帝让你干啥的时候 你就No problem 当牧师让你干啥的时候 你就No problem 你就OK了 否则 你Always problem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 这英文也是 挺有深意的 如果你总是说 No problem No problem 那最后 真的是No problem 那你不说No problem 那最后你自己 都是个problem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自己 我是非常非常清楚 这些年 人家有一个机会 人家找到我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不行 人家有一个好事 人家找到我 我觉得这不行 以后 人家怎么样 不找你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姐妹 你还别说 像我这种长得帅的呢 那你说你长得不帅 人家从一开始 都不找你 你得主动争取 你得主动争取 所以我自己 我慢慢的 我就在体会 大家岁数都差不多 大家出身都差不多 大家背景都差不多 大家入社会 现在差不多 为啥混着混着 人家就混好了呢 为啥混着混着 咱就没混好了 很重要的是 人家 对领导 永远是 no problem 咱们对领导 总是一百个理由 这个我不能做 那个我不能干 这个我不行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所以天主教一看 普通人都这样 但是这个玛利亚 不一样啊 得向玛利亚学习 所以把玛利亚 给封神了 那这样呢 这个 其实坦白的说 你就把玛利亚 当作一个榜样 当作一个信心的榜样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咱们基督教 有的时候呢 也是有点这个 太正正确了 只要是人 咱就不能拜 就算是人 人家也不是一般人 对不对 打字方面打 打字 就算是人 人家也不是一般人 就算是人 人家也不是一般人 你想想 今天我们也想拜孙灵啊 拜不了啊 对不对 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拜孙灵的妈妈 这个灵姐方便 讲讲你妈今天早上干啥了 不是 是昨天干的事是吧 给我们讲讲 同样是老太太 这就是茶具 对不对 我们封神的时候 肯定不封你 但是得封你妈 佩服吧 来讲讲 给我们讲讲 你妈都干啥了 我昨天周六嘛 昨天那个国内周六的时间 我中午回家吃饭 然后吃完饭呢 其实我最近就想是说 给他重新配一个助精器 因为他之前那个已经10年了 这种电子产品 确实也不行 然后的话呢 我昨天吃完饭呢 有时间我就就正好 带他去了一个那个 配那个出听器的地方 然后呢 他那个到那块的话呢 我们就先给他试试 那个对测一下听力嘛 现在是什么水平 然后测好之后呢 他会给他调一个备用机 然后呢 就让他去试听一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出去接电话了 然后等我接电话 回来的时候 我一进入坐下 我以为这俩人交流 这个听力的事呢 结果这就我妈就一直在给他讲婚姻 就是这个 因为因为那个人就跟我妈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阿姨 你是我见到的 就是所有患者里边心态就好了 然后 然后我妈这个很很 还是比较很很放松 然后很喜乐吧 就是那个 虽然耳朵可能比较背了 有一个耳朵 其实听力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了 然后另一个耳朵的话 就是因为只用一个耳朵的话 长期以来 耳朵也比较严重 然后的话 我妈就一直给他讲这个 讲福音 我们差不多是三点钟左右到的吧 结果我就坐在那 我就没直声 然后在坐他旁边听 他就一直给这个人讲 然后呢 大概讲了将近快两个小时吧 我们才走 这个人呢 然后这个销售 其实中间我就有几个训练 我在想是说 他因为他从屋里走到了外边 聊到外边 因为那个 他要试试说 在外边的环境是什么样 从外边又聊到屋子里边 然后有的时候 我就有两个事情 我在想 这个销售 是迎合我妈跟我妈聊的 还是 真的听进去了 但是每次我去看他们反馈的时候 我就看到 就能看到这个对对方的人眼里面的这个感动 所以我妈在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 他就反馈特别好 然后就说 哎呀 他说 就不断地说 人真的需要一个信仰 然后说 哎呀 这个 就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呢 他就说 跟你聊天 就是 就是我虽然非常累 他因为肯定是每天一直在讲话 然后特别和这种老年人的患者讲话 声音要很大 因为都是可能听力 不是太好的 他就说 他说 阿姨我跟你说 他说 其实我特别累 但是我跟你聊天 是我今天到现在最享受的一个时间 啊 然后就聊得特别好 他就说 我妈就说 下次去给他带圣经去啊 然后让他去参加聚会啊什么的 然后他也他也说 他走的时候还在跟我妈说 他说 那个下次来 别忘了给我带圣经啊 然后因为方便联系嘛 因为他这两天 这个要试一试这个被动机的效果 所以我就加了这个电缆的这个微信啊 昨天晚上回来看到他发朋友圈 我就发现哎呀 确实他也听进去了啊 所以我就怎么说呢 我也挺有感触的啊 我我当时其实就在反思我自己啊 我就在想现在工作上的这种男啊 我想以后我怎么我怎么传 我想我能传的就是带着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 可能我就希望有一个瞬间在未来 在我的公司里面可能大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在会议室里边一起一起跪下来祷告 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年轻人吧 在面对这些困境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谢谢谢谢太好了 那个这个一定转达我对你妈的问候 一定转达我对你妈的问候 这个绝对是我们的楷模 绝对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绝对是我们的楷模样 所以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听众 你自己随地传出去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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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刚才讲到一个点 因为你知道包括视力不好的人 包括听力不好的人 其实这种人是很容易急躁的 看不清吗 听不见吗 要么就是很急躁 要么就是很压抑很苦闷 其实这种人很难做到平和 很难做到喜乐 但是你们看我们苏林姐妹的妈妈 人家就很平和 人家就很喜乐 人家还能很主动去再传福音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迹 这就是一个神迹 所以我讲真的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我自己在想 那这样的人 神一定会向他显现 这样的人 神一定会给他恩恋 这样的人 神一定会用大能 在他身上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又想 我们 我们无论是像孙雷说 我们年轻 其实我们得不年轻了 对不对 不论是我们这个岁数小一点 咱们这么讲 和这个上了年纪的 我们其实我们都不容易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谁都不容易 但是在孙雷妈妈身 我们就能看到这份喜乐 看到这份热情 看到这种记忆的传福音 那请你告诉我 他是一般人 所以 然后对方这个人 也没有特别调大声音 就是跟我们正常说话一样的 然后语速也特别快 后来 我突然间有点恍惚 我说 这怎么 大家彼此说话声都没变呢 就是 这个绝对不 我绝对不相信 这只是一个助听器的作用 因为我妈平时也带以前的 所以 所以确实是天使在这个中间 这一个多小时 大家交流这么顺畅 我平时回家 很少跟我妈说话能这么顺畅 因为声音要大一点 然后还要再慢一点 我觉得大家语速非常快的 他在问我妈在讲 然后聊一聊 其实是天使在帮助 阿门 阿门 这个补充太重要了 这个补充太重要了 我跟你讲 细节我不知道 这个事也是我刚刚聚会前 在群里面看到我们孙女姐妹发的 但是我断定天使会向他显现 我断定那种超自然的神的存在在这里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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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还有啥补充吗 没有了 不是 没有了 我请阿丽上线 让阿丽讲讲 阿丽 你这是 这是你妈的事 讲讲阿丽他爹的事 所以阿丽的父亲生病了 全家人都跟着忙前忙后 然后阿丽就是在祷告中 因为阿丽一直服侍神 没有时间管家里 这是事实 就像我一样一直在服侍神没有时间管家里 但是他心里面很清楚 神要救他吧 然后 这个 这个感动是真的是非常精彩 是从神来了 你说牧师我也祷告 我这个家里人生病了 我怎么祷告没感觉呢 你想想 你干的事啥 但是阿丽就祷告 他爹没事 然后 真的 这查吧查吧也查是没有了 回家老头现在干活呢 阿丽你方便开麦呗 给我们讲讲你家的见证 我们谢谢苏联 谢谢苏联姐妹的妈妈 阿们 好 我就 讲讲我爸爸 这十天吧 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我心情着急的 着急的原因 就是 第一个 我知道该咋办 我就跪下来祷告 结果神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神父我爸的真正 阿们 然后呢 我跟我们家方建委 我们两个就去医院 去医院 那个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半 当然我接见了 也是信主的 然后他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 然后 我弟弟开车 就把我爸爸给送到医院 他们就开始在医院呢 就是做各种检查呀 检测呀 办治愿手续 然后 然后其实 在这中间 我是知道 神在长城 要依我的意思 我不愿意 我爸爸去医院 不是不孝敬 而是我知道 神超自然的 剑锐的时候 我们身上所有的病 都可以被神医治 因为 之前的时候 我妈妈身上也有个见证 我妈妈是 2009年 然后 肺部 疾病特别厉害 厉害到 就是躺床根本起不来 然后比现在的 白费的 还要厉害 然后呢 那个时候 我也是当时 面临这个环境 然后就 祷告 神说 就一句话 神给我了一个启示 就是神能医治他 所以我就坐车 去找我妈 然后给我妈祷告 然后不到五分钟 我妈妈的高烧 就好了 所以有了这个见证呢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的病人在我手里 慢慢的好了 我也有了信心 主要是 这一次我爸爸虽然有很厉害 但是呢 人信主的时候就靠神 不信主的时候就靠医院 靠药物 然后 他们都在办很多事 我就没办法说话 为什么 就是你不让他们阻止他们的话 在姐妹中间会发生矛盾 然后我也是就 给我妈妈讲 我妈妈是支持我的 我爸爸也支持我 所以呢 我爸爸躺床上也没办法 就只能默默祷告 我妈妈 我们两个就手拉手 就一直走着祷告着 然后我姐姐和我弟弟呢 就一直找医院 找医生去做各种检查 去做 然后第一天 第二天到第五天 我爸爸实际是越来越厉害 其实 对 然后呢 后来等这些教会的这一拨人 过去了以后 我妈妈 我两个就祷告 祷告完了 然后从第七天 我爸爸开始一天 一个好 一天一个好 然后到第十天 我们就宣告 我爸爸出院的时候没有病 我爸爸出院的时候 没有任何病 对 然后我爸爸第十天出院的时候 就自己 我弟弟开车去接他 我用轮椅给他推 推到车前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走的 我们是从十三楼下来 然后 不想让他太累吧 就用轮椅推着他 推到车面前 然后他说我自己下去 然后自己上了车 自己下去 自己上了车 然后出了院 然后从回去到现在 一直没警 还在干活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又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轻人 而是一个美好的